春晚这一舞台让不少人成名,虽然每年都被网友吐槽,但依旧是深受大家关注,每年春晚,都会有凭借这一舞台爆红的。 不过这今后的发展却是不一样,有人因此在行业里获得了不一样地位,也有人爆红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。 今天就说说在09年春晚上爆红的两人,他们是小沈阳和刘谦,小沈阳被师傅照本纱带上春晚,凭借着节目不差钱,让他一夜成名。 不仅是深受观众喜欢,还拍了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,爆红之后,还有不少的演员模范小沈阳,在小片中的角色,可见当时的红火。 不过,小沈阳也经历过一段世时间的低谷,不少传言称,小沈阳离开师傅照本山后就被雪藏了,其实并非如此,小沈阳如今不仅仅是在演员这方面发展, 还当写了导演,前段时间还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《骂虫过江》,虽然没有很好的成绩,但小沈阳是在脱离着本山的光环下,凭着自己的努力转型,而且能够当起导演,证明也是有勇气和实力。 如今他的身价也有过亿,相信转型后的他也会越来越好。 当年还有一位也是爆红的魔术师刘谦,他一句见证奇迹的时刻,也是红了好久。 成名后,他的魔术深受大家追捧,还有不少的节目邀请他表演大型魔术,非常的出名。 正当事业红火的时候,却传出了一件让大家都非常气愤的事情。 在去日本录制节目的时候,他像一位扮演的《日本天皇瞎跪》,这自然是惹得大家很是愤怒,这使得刘谦的名气是一落千丈,之后是遭到了封杀。 如今不再风光的刘谦,没有了新日舞台上的帅气,倒是有些发福了,甚至还有传言着没有演出的刘谦是卖好车度日,到底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,但确实是落魄了不少。 看来了一个人的发展,并不是能靠着一夜爆红就可以的,一言一行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,若是受到大家唾弃,那真是一落千丈了。